想要問有關於國產疫苗的問題 就是說因為現在外界其實還是有些疑問 那譬如說高端疫苗它的二期臨床試驗是已經完成了嗎 那以及就是說想再詢問一下就是緊急事件的定義 因為大家可能會覺得說現在已經有很多國外的完成三期臨床試驗的疫苗了 然後國內的疫情其實也算是相對穩定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通過EUA算是符合緊急事件的定義嗎 謝謝 對 這個疫情大家來看 我要講說 在整個全世界疫情都還在現在往上升的一個情況之下 它其實是起起伏伏 所以你沒有辦法預測說什麼樣的一個大規模的疫情會進來 所以各方面的準備都要把它做好 那大家一方面又覺得這疫苗 有些人覺得夠 有些人覺得不夠 但是國家有做一個整體的規劃 那麼有購買的疫苗 那我們也希望它能夠如期的到來 但在空缺的時候 那我們必然也有一些 在緊急使用上的必要 最重要的 大家還是要有一個概念在 這疫情不是 我們來試著去控制它 但是全世界以這一點多來的經驗 大家都知道 我們沒有辦法去完全控制這疫情 我們只能說盡量把各種的防衛措施 盡量把它做好